未凉的傍晚吃的饺子配上冰啤酒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 日前第二届的圣盖伯饺子与啤酒节 在Mission Drive热闹展开 圣盖伯市公关RoringGo表示 当晚估计有四五千人出席活动 我们最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城市也有很多亚裔的 尤其是华裔很多人 也提供各式不同的饺子 我们今年是大概有二十个摊位 至少是七个饺子 然后三个飞行力机构的摊位 然后十几个啤酒的摊位 购买无限制啤酒品尝的民众 能品尝近二十种不同口味的啤酒 包括咖啡与莓果味等相当难得